中共國務院就是有波預算 要砸錢來對台灣文化統戰 去年中國事業率創清高 小粉們 你們這麼挺中共 真的不值啊 戴上小熊維尼毛帽 網紅波特王揭露中共 利用網紅對台通戰手法 喊話小粉紅醒醒 社群平台持續遭中國網友進攻 流言炮轟 波特王賺政治錢 製造對立帶風響 這位台灣博主呢 事實上也曾經多次 到大陸來交流旅遊 那我們還是歡迎他再來 但是呢如果他亂扣帽子恐嚇同行 我想相信兩岸民眾呢 都不會支持 中國國台辦的邀約 與戴譴責波特王簡短15次回應 厲害了中共國台辦 想請我吃 紅門宴 而對岸小粉紅就愛盯著 台灣名人 蔡總統在位的八年期間 信平之路已經走上了 另外一個級別 台灣成為亞洲的驕傲 被封為國師的新作專家 唐啟洋 吳岳和前總統 蔡英文同框 遭到小粉紅出征 被迫關閉微博 而中國大動作公布 二十二條意見 擴大定義 台獨分子 放話最重死刑 引爆台灣反彈 美國譴責 中共官方又趕緊用話術洗白 台獨頑固分子主動放棄 台獨分裂立場 符合相關規定的 可以依法不追究部分或全部刑事責任 這種方式是一種威脅恐嚇 我想對於兩岸正常交流 正向交流可能會有傷害 總統府發言人推特發文 感謝美國挺臺 也呼籲國際社會譴責中國 將法律武器化行為 中國官方老把和平交流掛嘴邊 有沒有做到又是另一回事 三十文成績解問我們宣 台報道